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weektalk 本期视频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整个okx结合babilon的这一系列的这种活动 那么目前你通过okx的这两个活动界面去进行babilon的一些存入 那么后续可以去获取到更多的一些收益奖励 那么在这里呢 我会参考okx社区大使密亚米利所写的这篇攻略 跟大家去来全面分享一下应该如何进行操作以及后续怎么样去提升自己的这种收益 那么整个的一个玩法跟目前的一些参与程度其实都是相对比较简单的 而且确实ok也是上线了cryptopedia等一系列这种推广活动 你也可以通过完成这些非常简单的一些任务去来在后续获得非常简单的一些空头 好 以上就是本期想分享一些主要内容 请注意本期视频的使用内容就会个人介绍分享 没有任何的投资建议去管两行数的货币投资风险很高 你有可能会损失掉全部的投资本金 如果你感兴趣请点赞关注本频道 大家点赞也关注就是我建议下去的最大动力 关于巴比龙这个项目 相信各位小伙伴已经非常熟悉了 包括我们之前在跟大家分享整个比特币生态中 也跟大家多次有聊过这个项目 那么目前整个巴比龙的一个融资已经将近一个亿美金 而且这个项目也是binance lives 像ok等等这样的一些头部的投资机构跟交易所去进行领投的 那么整个巴比龙也是在本周正式开启了第一期的一个存入活动 你可以看到目前整体的一个质押量其实也是相对比较有限的 那么米利的这篇文章也是在这里简单介绍了一下整个巴比龙 然后还跟大家说了主网的一系列这种参与方式 那么和所有的这种质押的产品一样 那么如果你想去参与质押的话 第一个方式都是通过质押质押的一些策略 那么你看到这里也有最长的质押时间 然后还有质押的上限等等这一系列 那么我想跟大家说的是 对于如果你想要参与直接质押或者是你想要去玩的话 如果说你的本金不是特别多 比如你没有想投入可能零点一个比特币以上 那我个人感觉就没什么太大的意义去来参与 那么即使后续发了这个空头的话 你的这个奖励也不是特别多 那么你只有零点一个比特币可能留着 后续做一些流动性上的一些操作可能也是比较好的 所以这是整个参与的门槛 跟参与的一些玩法跟策略 那么肯定的 你看到如果你直接参与质押的话 那么可能就跟你态法上 你直接参与质押一样 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些门槛等等 包括你可能也不太会玩 然后Gasway肯定早期也会卷到很高 所以其实OK也算是给了一个比较多的这一系列的这种玩法 你看到其实在整个的这个产品跟策略里面 OK这里也是有直接可以存入的 就是你可以点击这里来到OKX一个玩法专区 第一步玩法一就是在这里去直接投入 等于说你直接在babylon上进行质押 然后一键就可以完成 当然就像我说的 你可能需要卷Gas 然后等等这一系列的一些问题 那么同样 你可以去通过这一系列的代理协议 其实我觉得这里所谓的代理协议 可以将它更好的解释为是这种流动性再质押协议 那么你这样子完成这样的一些预质押 因为现在整个babylon的质押还并没有开启 等于说你先把你的比特币去质押 发改这种代理协议或者是这种流动性再质押协议 那么后续等到babylon去开启了他的质押策略以后 那么这些协议就会自动帮你去来做一这样的一个质押 所以你也不用去卷Gas等等这样的操作 因为我们知道对于整个比特币网络来说 无论你一笔交易是交易0.01个比特币 还是你交易100个1000个比特币 整个的Gasway其实都是一样的 所以也是通过这种代理的策略 可以在早期去来收集完足够多的这种比特币 后续可以通过一笔高Gas去来完成这样的一件质押 那同时你也可以看到他这里给出了一系列这种好用的一些策略 也是跟多个不同的项目去组成这样的一些活动 比如说我之前也有做过视频跟大家分享过的Bedroke等等 那么这个项目是目前比较火的这个一质押策略 那么可以实现所谓的一余六吃 等于说你质押一个比特币可以获取到最多88个这个钻石的奖励 那么还可以去获得到来自UKX Cryptopedia的这些额外奖励 以及说你可以获取到最终你肯定能够获得到的Bedroke的一些奖励等等 然后这里也有非常详细的一些介绍 那么这里也有B Square的这个质押策略 你也可以通过B Square来去进行这样的一些质押 那么这样子也是能获得额外的一些收益的 包括你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些不同策略跟不同项目 你也都可以在这里面去进行玩 所以其实目前整个的基于babylone生态的这种质押 还有这种预质押的一些任务和策略 以及玩法都是相对比较成熟的 你看到米粒在这篇文章中非常清楚的显到了 如果说你想要通过这种再质押的一些策略玩法去弄 你就直接点击这里的OKXWeb3的一个玩法专去点击进去 下面就有这一系列你可以去来做的这种产品 然后你可以选择你适合你的产品 然后来去做一个投入 那么目前其实我可能比较推荐的是前面这三个 第一个就是Bedroke 然后接下来就是B Square 然后还有就是Solve等等 因为这些项目其实还是相对比较靠谱 而且之前这些项目也是在整个以太坊社区中 也都做过类似的事情 所以确实对于质押这个事情来说 最为核心的依然还是整个的安全性 那么的确你要把安全性放在最前面 那么还是要选择这些之前已经做过 并且没有出现过任何事故的这种项目上 所以这也是我跟大家推荐以上几个项目的一个关键原因 那同样的除了这种可以通过一系列的这种质押来去获得以外 那么目前Bedroke也是跟OK举行了这个Cryptopedia的一些活动 你可以看到这里面 你可以选择来到这个Cryptopedia的界面 那么Bedroke这里第一个就是你完成它的一个设媒 对吧 这个任务就算好了 然后第二个去跟BedSquare 然后还有一些Farming的任务 其实也是关注社媒 然后参与它的一些策略组合 其实这个策略组合就是你往Bedroke里面存钱 等于说我刚才说的它的这一系列活动的一些玩法 你都可以通过Cryptopedia来去做一个非常少资金的一个尝试 然后你走通这一系列流程 然后你再去来看 那么后续也有关于这几个项目的一些这种任务 当你完成了所有的任务的时候 那么你后续也是能够获得Cryptopedia的一些额外的奖励 以及来自于Bedroke的一些额外奖励 还有这些项目的一些额外奖励 所以也算是一个撸毛的一余多吃的一系列的这种策略跟方法 所以确实目前我们也看到整个撸毛赛道的确也是进入到一个比较内卷的一个方式了 而且你看到如果你没有相关的一些本金的话 那你去参与这种质押等等玩起来可能也会比较麻烦 而且我觉得确实最近段时间整个的撸毛赛道应该也没有特别合适的一些项目去来跑出来 那么的确Bedroke无论是整个产品生态体系 还是目前整个的热度 还有最为重要的安全性方面 也都是比较值得大家去来信任的 就是即使说Bedroke本身出了一些问题 那么后续无论是他的融资 还有目前跟他站台的这些机构也可能会进行一些赔付 所以我觉得这个项目都是比较值得去来进行参与的 那么毕竟就是说拿着比特币那也是拿着 那不如后续去参与一些相关的这种质押 然后来获取到一些相关的利息收益 那其实就跟持有BNB啊等等这样的标的来去吃利息 是有点一样的一些玩法的 我肯定也会把米粒的这篇关于babylone的一个撸毛和整个交互的这个流程跟教程 放在我视频详情里面 各位如果想去通过OKX这两个界面 去来做更多详细的一些研究跟了解的话 那么你也可以去来试一下 总之你通过OKX这个界面无论你是直接质押 还是说你想要通过这一系列的代理协议去来做质押 那么都可以完成非常简便且一键跳转的一些策略跟思路 那么你通过整个的手机端也是都可以进行做的 所以呢也是我今天本期视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关键节点 而且确实我们看到OKX跟babylone的这个合作应该也能展示 其实OKX也是对于整个babylone是相对比较支持的 那么对于这样的项目来说 特别是这种质押类的项目 却还是需要有这种大机构大交易所在背后站台 那么大家存的玩的才比较放心 尤其是对于你通过一些代理协议去来投的话 如果没有交易所的背书跟交易所的支持的话 那确实投起来是有点心里发慌的 但现在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策略也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好以上就是本期视频 我对于整个OKX的一个全面的基于babylone生态的一个介绍 那么主要的还是借用了mily的这个文章 那么确实这篇文章写的也是非常详细 那么如果各位想去进行相关的一些质押 包括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些操作 在babylone生态中去获取到更多的一些收益 那么也是欢迎你根据我的视频 以及mily所写的这篇攻略选择适合你的方案 个人觉得通过这几个预制压的一些协议去来进行储存 那么还是获取到收益比较多的 而且的确对于资金量不是特别多的用户来说 那么这样的一个方式跟策略其实也是比较健康的 好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一些所有内容了 如果你有更多享受的想聊的 欢迎在批评区有页或者是点赞关注本频道 最后感谢各位的收看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